2023年高雄国际云端产业峰会 日前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今年以打造高雄数位新都全台典范为主题 分享加速人工智慧与云端应用落地高雄 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时感谢主办单位 提供各项专业服务协助城市与企业转型 邀请专家学者分享加速人工智慧 与云端应用落地高雄成果 2023高雄国际云端产业峰会 日前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时表示 市府近年来与AWS紧密合作 包含亚湾联合创新中心成立 并提供云端进阶服务 也提供偏乡地区学童了解云端和公有云等科技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协助一些我们新创业者 能够顺利的出函 从观念到商业模式到服务模式等等 也都有AWS一路来伴随我们这些厂商 所以也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新创企业 从起步然后到铺化 然后加速它的发展 这个AWS都扮演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陈其迈更进一步的指出 在国际的近邻趋势影响下 高雄的产业将致力于运用云端科技进行低碳转型 而主办单位也在会中宣布 优先协助高雄链接AWS在新加坡 香港印度等地亚太区的联合创新中心资源 支持高雄企业出海 借轨国机 其实我们有一些金属的业者 其实也借由AWS跟国外的其他的市场 也对接 有非常好的一些机会跟成功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随着近邻的转型 逐渐的在很多低碳科技的运用 也包括绿色金融等等 这个跟AWS未来还会有很多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 我们这个活动 从2020-21223今年是第四届办理 那这个飞轮效应在高雄也越长越快 所以刚刚市长有讲到 从新创出海 从这个传产转型 到协助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 还有静音碳牌的这个平台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今年的主题进一步的延伸 就是高雄出海世界入港 所以我们今年举办了国际论坛 邀请了很多的国际的朋友 今年以打造高雄数位新都 全台典范为主题 深入探讨云端创新趋势 各国数位城市治理经验 及绿色经济布局观点与见解 同时也举办云端创新发表会 开设多场深城市AI工作坊 产业聚焦专题 吸引超过350家企业 一千人报名参与